大家好,我是赵岩 今天来给这个家里装自动窗帘盒和晾衣架 现在这个呢是在网上买的自动窗帘盒 我们师傅直接上锚给装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装 这些配件看一次基本都会了啊 比较简单 都是这些连接杆 连接一下 然后上面该挂的东西挂上 轨道都做好都行了 装的不麻烦 现在这个是主卧室的 我们家做了一个主卧室 然后做了一个客厅 总共是装了两个 这个弄好之后就直接往上面 一固定就可以了 这个是客厅的窗帘盒 这个装起来也比较简单 因为现在这个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后期 还需要把开关插座再装一下 因为开关插座原来的预留的时候 没有预留这个面板 今天又找这个师傅过来装这个量衣架 现在量衣架是什么问题吧 就是这个量衣架 它的宽度是300 这样呢是 宽度30 这是100 好的 31米 我这个架子呢 现在我们现在做的是 里面这个内定的是30和100 然后外边这个地方呢 是两标刚好的 说就有了两公分 两公分现在目前就是 没法上 没法做什么吧 就这个 这个地方 这里再刷上拉包螺丝 那么这个螺丝怎么就拧 因为它这边的空隙只有两厘米 啊两厘米的缝隙 然后要么你就从这 从这来拧拉包螺丝 从这拧的话 出现的问题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量衣架呢 上升下降的那个东西 要把这个底下拧住 以正常来说是 这拉包螺丝拧紧之后 然后再固定这个地方 但我们现在 你拉包螺丝拧紧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没法伸手 因为这里只有两公分嘛 你这个螺丝没法往这里面来拧 就没法来做 啊如果说你直接把这上了之后 那么这里面的拉包螺丝上的话 只能从这里两公分这里来上 就不能从这个地方去上了 所以现在比较麻烦 我们先试一下 试一下的话 我想的说是 这个地方先上上 然后呢这里流出两公分 我用这个手指头 或用什么东西 把这个螺丝上上 这个螺丝上了之后呢 现在这两边扣的那东西 就不一定能上上了 先试试看中不中满 神奇了 这师傅干一把也不干了 说这个活干不动 跑了 带大家看一下啊 什么样子 那现在这个拉包螺丝上上了 上上了 他说现在目前这个拉不住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这个打孔打得大了 到这个拉包拉不紧呢 还是还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我看一看吧 看看试试看看 他这个是他这个拉包螺丝有问题 里面就没有拉不住 所以我现在给他换了 换这个机器 换这个机器 这个没法用 机器我想说机器里面这个 他机器里面他这个是这样拉的 还没法用 换这个试试 选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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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